突然師傅回頭 一比我們那位大師姐 這就是胎襲法 我一聽到就非常震撼 胎襲法 胎襲法它是源自於我們道家 我們的道家鼻祖老子 他就是因為這些胎襲法 一直修道得道取 沒有想到簡簡單單的一些平甩 想不到就像易經講了一句話 自檢自益自大自剛 所以我可以透露一點 平甩轉役光跟胎襲法是息息相關 我們來了解一下 新冠病毒人傳人 它最讓我們措手不及的是在於它的速度 從去年年底新冠病毒出現以來 它在短短四個月之內 就已經影響了一百萬的人口 然後它在短短七個星期當中 從一百萬跳到六百萬的人口 都遭受這個新冠病毒的影響 所以是在於它蔓延的速度是史無前例 但是在這過程當中我們還發現一個數據 也是我們要來探討的 這是我們從台灣感染新冠病毒的案例當中 發現感染新冠病毒最大的族群 竟然是二十到二十九歲的族群 第二大族群是三十到三十九歲的族群 所以年輕人並不能免於新冠病毒的威脅 所以我們為什麼呢 希望我們所有的好朋友 您如果現在正在觀賞這個節目的話 第一個請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起小鈴鐺 將來都可以收到我們的訊息 第二個請把這個直播頻道的訊息 跟你所有的親朋好友都分享 尤其是年輕人 我們希望他們也能夠來接觸平甩 認識平甩 從今天開始來學習怎麼樣的平甩自我鍛鍊 今天我們為大家邀請到這位特別來賓 也是美門重量級的特別來賓 這個重量呢包含他的體重 那也包含著他在美門的份量很重 因為他所從事的美門的一個志業 是一個非常非常辛苦的一個志業 所以這是我們劉曙光師兄呢 他跟隨著師父已經有26年的時間了 我們一起來歡迎劉曙光師兄 來跟我們觀眾朋友問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曙光師兄請坐 好 謝謝 曙光師兄呢跟隨著我們師父李鳳山師父 已經有將近30年的時間了 而且為什麼特別邀請他呢 因為他是少數有跟師父學過特別特別密傳的東西的 從早年學針灸到現在師父還密傳他鐵口直斷直到 所以這是我們重量級的師兄 您跟師父的緣分是怎麼結起來的呢 話說當年一想都快30年了 我們有一群愛好中國的三一命相譜 三一命相譜 算命譜卦是嗎 對 算命譜卦 一還有這個風水 風水 譜卦等等之類的 那我們聚集這些朋友們 我們就聚在一起 那有一次我們就在討論到這個一的問題 一二我們最具代表性就是針灸 在針灸它第一個它不用藥 它只要一根針 或者只要知道它的原理 你就可以行遍天下 可以救人無數 在推薦人選的時候 我們有一位大哥就講說 我推薦一個國寶級的 國寶級的李鳳山師父 我們可能孤陋寡文當中 還不認識師父 那我們就說既然這位大哥講話 我們就說那就好吧 我們就來邀請這個李鳳山師父 來教我們針灸 所以這是您第一次見到師父 就是來學針灸 對 我們第一堂課 我就看到我們這些同學 非常的震撼 因為第一堂課 師父不是講原理 師父是講下針的手法 第一堂課就下針 對 真是太勁爆了 太勁爆 對 那我們就拿出我們的左手 用我們的右手 自己扎自己 對 自己扎自己 那你們膽子也很大 因為有師父在 因為我們扎針的時候 有位同學 有位女同學 她扎下去 沒多久突然就暈了 哇 不得了 結果就領舍發白 這個時候 剛好又讓我們上了一堂課 那大家不是嚇一跳嗎 對 除了嚇一跳 有的人不知道怎麼辦 不是說錯 知道的人他還沒反應過來 這個時候師父就走過來說 來 你們看一下 然後師父就拿起一根針 直接下針 轉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然後這樣子奇蹟就出現了 其實懂中藝人都知道 當你暈針的時候 再下到另外一個穴道 同一條經絡 下到另外一個穴道 就下下去 就可以讓這個暈針 慢慢地調理好 哇 然後就可以把針取起來 所以這個是現場實際發生 針是無巧無巧 對 那這個暈針的同學 他因為氣血衰落 那我們李鳳山師父就告訴我們 怎麼讓他補充 一個順補 一個逆卸 就是我們在下針的時候 因為經過輾針 他要順時鐘 順時鐘他就會補充 那我們逆時鐘他就會卸 把這個堵塞的氣把卸掉掉 所以我們從針灸調理的概念 您跟我們說一說 為什麼針灸可以調理我們的身體呢 因為我們人在生長過程當中 可能有時候會有一些病痛 人吃五穀雜糧總有一些堵塞 因為可能這跟生活 跟生活習慣非常有關係 那當你有病痛的時候 這跟我們全身的經脉跟脹腫 是非常有關聯的 所以我們在了解到 身體堵塞的時候 用這個針灸它就可以幫你疏通 疏通 就像那個水你不能堵住它 你要用疏通的方法 讓這個水已經走到大海裡面去 因為這裡面還包含著 經脉落 對 十二正經 還有齊經八脈 還有十五別落 所以這些經脉落連通的關鍵 都在我們身體裡面在運行 那這個經脉落 就我們身體的系統來講 它的分野是什麼呢 對 它主要是氣的運行 它的運行就可以把我們這個十二經絡 做成一種調理 它調理好之後身體就不會生病 那針灸的原理 它就是因為身體上的脈絡堵住了 所以就下針的目的就是讓它疏通 它的病氣 所以就好像說我們人體 如果就是一個大都市的話 是 經脉落就是我們人體的公路系統 是是是 對不對 所以你的交通一阻塞 對 就出問題 汽車跑不動 對 你在吃什麼營養的東西 它也跑不動 卡著呢 是 所以針灸 就像交通警察一樣啦 來疏導一下交通 是是 讓這個車子排一排 搞出一條通路來 讓這個能量可以通過去 是的 對 所以這個是針灸的原理 那曙光師兄從學針灸 後來為什麼又會來練氣功 我們也很想了解一下 所以我們先來看看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是我們師父 李鳳山師父帶著我們出去交遊 這張照片看起來很年輕啊 然後有很多很多一些動物 或者是太極拳的一些動作 這就是導引 就是氣的導引 所以你們在這兒是在表演導引術囉 是 每個人的動作看起來不一樣 像這個很像鳥啊 對 就像金雞獨立 金雞獨立 鶴荔雞群這樣子 對 你看我們這個就像一個燕子 又像一隻鳳凰 像鳳凰一樣 這樣子飛天這樣子 所以我們導引術 其實就是跟大自然萬事萬物來學習 所以我們導引術就是氣的鼻祖 所以以前我們叫做導引術 叫土納術 叫養生術 那這位師兄他是在幹嘛啊他 看起來很奇怪的動作 可是他下一個動作就是一個預防猛獸的動作 這個動作只要一擺出來那個猛獸 他就進不了你的身體 所以這個導引術真是挺厲害的 是的 所以您當初為什麼會來學氣功是為了這個嗎 當然不是啦 另外一個很關鍵的 因為我們有一次就是跟著 邀請李鳳三師傅去我們那邊 就是查去 聊著聊著 不知不覺時間一下子就過去了 夜深人靜 對就已經到了深夜 那我們就告一段落 就送這個李鳳三師傅 這個時候我們有一位大師傅 他就在那邊練功 大師傅有在這嗎 有有有就是我們這位 經濟獨立的師傅 就是我們大師傅 跟著我們師傅有30年了 所以他的功力非常深厚 那他當初就在那個地方在練功 練功 對練功 可是練了這個叫做胎虛法 我本來不知道那個叫胎虛法 那師傅走過去之後 我們剛好經過那個門 剛好請師傅過去 突然師傅回頭 一比我們那位大師傅 欸 這就是胎虛法 哇 我一聽到就非常震撼 胎虛法 胎虛法它是源自於我們道家 那我們道家鼻祖老子 哇 他就是因為這些胎虛法 一直修到得道去 哇 所以你是因為想聽到胎虛法 這三個字走進了眉門 對所謂的胎虛法 它是在我們母體 那尤其是在我們嬰兒的 在胎裡面的嬰兒 兩種方法得到的養分 充分地把我們身體給養起來 而且他沒有用鼻子 沒有用嘴巴欸 對 就是因為他用胎虛 這個胎虛夠厲害了吧 真是夠厲害 所以您剛講老子對不對 老子就是胎虛法 為什麼現在人會去學啊 就是老子把它譜成了一套學問 哇 據說老子因為練這個胎虛法 還長生不老了 對 所以到現在還在流傳嘛 道士 那請問曙光師兄 大家就想問啊 那您學會了胎虛法嗎 有啊 我學會了胎虛法 我不只學了胎虛法 我還學很多 學很多 那我們今天真是邀請來賓 邀請隊了 是嗎 那曙光師兄 您一開始就學到了胎虛法嗎 沒有 因為這個胎虛法是密傳 不能譜傳 所以我剛來梅門 跟著李鳳山書練功的時候 第一個就是練養生功 我們養生功平甩 高甩 什麼甩 我覺得這個 因為當初很年輕嘛 所以練這些動作怎麼那麼簡單 後來就不想練了 不想練了 對 我們師姐 就只要我旷課的時候 我們這個師姐就打電話 曙光啊 你今天怎麼沒有來啊 所以關心很重要啊 對 我就說很忙啊很忙啊 下禮拜一定要來啊 好好好好 你看我們這些師姐關心我 我就不好意思下禮拜去 可是下禮拜又練了兩招 還要繼續練 繼續耍 還想說實在是太悟了 學這個 我又是學胎虛法 學這個要做什麼 就是啊 那所以呢 所以我要走了 因為我們的師姐 我們的師姐很關心我們 那我就去了 那從此就解下不解之緣 那沒有想到這個 簡簡單單的一些平甩 想不到就像易經講了一句話 自減自義 自大自剛 所以我們從這裡面體會到 養生功多好 修養再生功有多好 以至於到太極拳 你看我這二十多年來啊 對這個有相當的研究 所以我可以透露一點 平甩宮跟胎虛法是息息相關 息息相關啊 因為平甩宮他不會去注意呼吸 所以令人想像不到 喔 欸這個中間有很深奧的原理喔 不會注意呼吸反而有想像不到的 呼吸的功能產生喔 是 哇 那我們就說練習 呼吸透過平甩透過靜坐 把這個胎息給它慢慢的孕育出來 那我們學到了胎息法 對我們人體來講 是有什麼樣的一個好處呢 喔 這個好處我就舉個這個 平甩宮的原理給大家知道 循環排出補充平衡 這四大功效 那每個功效它會不一樣 就像十分鐘 它就是循環血氣 二十分鐘是排除晦氣 三十分鐘它是補充元氣 四十分鐘它是平衡武氣 所謂的十分鐘循環血氣就是說 一般我們的身體 是以氣為最重要的 因為你沒有氣的話身體就消失了 就枯萎了 所以你不相信你拿兩隻手指 堵住你的鼻孔 三十秒你就受不了了 就受不了 所以氣很重要 所以我們身體上的血液的流動 是因為氣帶領的血去流動 所以以氣淋血 這十分鐘是循環血氣 所以這個循環血氣是因為我們這個 氣跟血到達末梢 所謂的末梢就是一個頭頂 一個腳底 一個手指 一個皮膚 所以你看我們在練這個平衡功 練十分鐘有時候脹脹的 麻麻的 熱熱的 酸酸酸的 還有痛痛的 像這些就是一種氣功 經過鍛鍊之後 十分鐘所產生循環的 一些產生的變化 那這些變化就可以看出 你到底是健康的還是不健康 所以這麼好的一個功法 也就是為什麼李鳳山師父告訴我們說 我們如果天天來練平衡 就好像天天用針灸在自己身上 針來針去 因為就是疏通 把我們的身體疏通 那這個也就是因為這個功法 這個運動這麼樣簡單 所以我們曙光師兄 他開始把師父的一個偉大的志業 開始行走 就是我們平衡船案 透過這麼多年來一直去偏鄉 把這個平衡帶到醫療資源 比較缺乏的地方 當然我們在大都市 也是不斷的在做推廣 我們創造了許多的平衡的奇蹟 那我們在這裡請曙光師兄 來跟我們聊一聊這位汪中恆大哥 他是什麼樣的一個奇蹟呢 你看我們平衡船到偏鄉 我們有很多見證 就像有這位大哥 你看他是在107年的1月3號 他是坐輪椅的 後來我們你看107年12月6號 我們在達仁鄉 你不要看喔 台東的人和他是在台東市 到達仁鄉 我將近快兩個小時的車程 你看他回到達仁鄉去做什麼 當義工 因為什麼他可以當義工 因為他練平衡功練好了 所以他這個不到一年的時間 他從一個養護中心 可以回到家鄉去當義工 對 他就是受了拼甩工的影響 真是太棒了 這真是一個很好很好的 一個體證分享 那這位中大姐呢 你看他這個是已經 已經在坐在椅子上 我們還有看他之前 舊照片之前106年的時候 106年我們普傳在台東九路 長照中心的時候 這位大姐 中大姐 他第一個是擦鼻管 鼻尾管 第二個擦導尿管 你看這個導尿管 那到了107年9月的時候 他就拔除這個導尿管 跟這個鼻尾管 因為什麼 因為他練平衡功 當初他練平衡功 他手舉不起來啊 然後我們就有師兄師 帶他去練 拉著他的手 拉著他 讓他去練這個平衡功 他會了很長的時間 你看從這個106年的5月到107年 花了一年兩個月的時間 就是14個月才把他鼻尾管 跟導尿管拔除 但是可以拔除了耶 這是一個奇蹟 是 那你看他從坐輪椅 你看這個坐輪椅 你看到後面他可以坐在椅子上 這是109年喔 也就是今年 那我們其實還有動態的影片 但是我們先把相片給大家看 那你去看 從106年到109年 3年的時間 我們去這個地方去了3年 去這邊當義工 譜傳 評審工 為了什麼 為了一個救 這個救就讓人家生命 從這個奄奄一息到生生不息 所以各位好朋友 各位師兄師姐 您看 你不覺得評審工要好好傳出去嗎 是 你應該贊助我們 讓我們做得更好才對對不對 沒有錯 改憲 真是大家一起來互持啊 對 所以評審傳愛 所以創造了很多生命的奇蹟 真的 那這個又是一個什麼樣的奇蹟呢 那我們這位大姐 楊大姐 她在108年的時候出了車禍 她要把手舉起來都很不容易 所以我們為了拍這張照片 特地請她把這個手舉起來 讓我們拍一下 這裡 可是你看到了這個109年的時候 她的手已經很自然的可以抬起來了 她在甩動 你看她的車禍受傷的時候 她好了 好了 你想想看 不是改善囉 是好了 對 所以這個評審工 因為甩著甩著 可以調理身體上各種的身體的病的狀況 所以這個評審工 我們到現在都一直推廣 可是各位好朋友 你要知道一個推廣 一個公益團體多不容易啊 而且你看到了偏鄉要有資源 一個就是財務的資源 一個是各方面的資源 這些東西都需要什麼 說需要錢 對 所以我們有一位師姐 她參加了這個評審長礙之後 她回到班上就跟同學分享 她就說她要來響應喔 每日健康一甩 每月幸福100 她不但自己每個月捐100元 來支持評審長礙 她還每個月去找10個人 一起來捐100元喔 對 這就叫共襄盛舉 我們不只到我們台灣 我們到世界各國都有 真的是世界各地 而且甚至我們曾經闖到一個印尼的一個島 全島的華人都在練拼甩工 哇 看到跟他們像軍隊一樣在練拼甩工 多可貴啊 看到眼淚都快掉下來了 所以就像那位師兄一樣 哇 他練好了 就回到自己的家鄉去當義工了 對 身體好 心也變得更好了 那別忘了從明年開始 我們要這個線上拼甩講座的節目 要轉換到李鳳山師傅拼甩工 美門拼甩這個YouTube的頻道 別忘了 您趕快即時訂閱 同時訂閱美門官方頻道 以及李鳳山師傅拼甩工的頻道 您可以同時收到我們不同性質的節目 那再一次的謝謝所有的觀眾朋友 謝謝您的支持 謝謝您的護持 感謝您 我們下回再見囉 拜拜 拜拜 拜拜